第四十一場 好 接下來是編號第四十一場 鐵紅伯襟男子組與量級145磅 65.7公斤的對決 藍方選手是身高169 避站181 年齡26歲 戰績有13勝100 代表台灣87球術台中學院的哈納比 劉宥豪要來對上紅方 來自香港的對手 身高170公分 避站180 年齡30歲 戰績有18勝11敗 代表ATMN Fitness Center的許潔超 一樣是兩位台港好手的對決 我們來關注下去囉 馬上帶來第四十一場 男子與量級145磅 Cash Striking 首先介紹 藍方身高169年齡26 代表台灣87球術台中學院 曾獲得MPF職業賽優勝CFC業餘賽 當日冠軍 戰績來到是三勝一負 他在第九屆WTT第一回合壓哨前 以360旋風踢KO對手 榮獲最佳擊倒獎 在第十一屆 史書超派鐵拳 第一回合1分39秒 TKO獲勝 今天他的對手可要小心了 生涯戰績來到18勝11負 我們待會期待看到他的超強戰鬥力 他就是徐傑超 掌聲鼓勵 這場賽事是編號第41場Catch Striking鐵龍波擊 男子柱一輛級145磅 65.7以下的賽事 男方選手是代表台灣巴西螺族學院台中分院的劉宥豪 紅方則是來自香港Atma Fitness Center徐傑超 劉宥豪在台灣的T拳戰績當然是不容小覷 但是這個台灣 這個香港的好手戰功也是標柄 劉宥豪在這邊近距離的重拳互換 劉宥豪這邊壓的power是非常的大 持續的重拳 劉宥豪這邊 直接被衝到 膝蓋一軟被抓到的強毒 中立腳 中立腳 裁判醫師是說要請劉宥豪來到中立腳 因為獨秒的時候另外一位選手來到中 劉宥豪應該是沒有想到劉宥豪在一開始就把整個轉速給拉得這麼快 而且力道是給得非常的足 這個中斷 劉宥豪回聲了 劉宥豪的拳是非常的脆 而且破壞力是非常高的一個選手 剛剛在龍邊那個互換 的確讓徐傑超這邊 是有點意想不到 哇這邊又來一個 比賽收掉了 裁判直接收掉 哇 許傑超這個 這場賽事 哇 秋風掃落葉 真的 劉宥豪 crazy 哇 劉宥豪的這個重拳喔 喔 表示呢 對上香港的 腰帶拳王也沒有問題 哇 好 第一回合就 哇 今天的比賽非常非常多 擊倒 哇 真的有點難選 最佳擊倒到底要怎麼選 本場比賽 結果如下 在第一回合1分20秒 由藍方 TKO獲勝 恭喜劉宥豪 也感謝徐傑超的參賽 由藍方 C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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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對 好 好 由副理劇場代表頒發最佳一集 六千塊獎金 掌聲鼓勵